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今天我們要說 遠在中東的戰線 又有一個新的跡象給我們見到 就是 敘利亞這個國家 敘利亞這個國家的政府軍 阿薩德政權極速倒台 當中的倒台速度可以說是閃電一般那麼快 自從2011年開始 政府軍和各大勢力的叛軍周旋以來 其實一直以來大家雙方之間可以說是勢軍力敵 為什麼 就在這十幾天 突然之間 情況變得那麼快 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當中也有很多外界的消息說到 他們這些政府軍和叛軍之間 尤其是叛軍裡面 就有這個 美國身影的支持 也不能夠排除到有西方勢力的介入 裡面的所有內容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逐一分析 究竟今次的事件裡面 誰是最大的得益方 各方的勢力又怎樣來得益 例如 大家估不到的以色列 或者是 美國 俄羅斯 以及伊朗方面 又怎樣在今次的 政府軍倒台裡面 去到失勢 對整個中東又有多大的影響呢 我們稍後回來 一一為大家詳細去分析 以及拆解 而巴薩爾 阿薩德 據說 外面傳了很多消息 又說他撞機 又說他已經過身 甚至俄羅斯也曾經說過 其實他沒有走 現在去了哪裡 稍後也會為節目 一一來解構 他的走路路線 以及現在的安然 就處身在哪裡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 現在 在2月9日 即是明年 2025年2月9日 會搞一個 跟我們今次 12月出發的 跨年度 俄羅斯海參威 Korsofa 這個哈爾濱冰雪 大世界之旅 一模一樣的行程 就會在2月9日 搞多一次 原因就是 因為今次 我們一團 報名速度太快 已經沒有位了 我們就來到 把握這個機會 就是 明年2月9日 再搞多一團 這次的特色 厲害了 首先我們 既把握到冰雪大世界之旅 這些這麼漂亮的 冰雕 亦都把握到 我們中國在 哈爾濱 搞這個 冬季亞運會 這個火爆的 一個行程 以及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能夠成功 這樣可以在 哈爾濱 做一個 先頭部隊 讓大家玩 有我們上次的經驗 今次2月9日 肯定 就會更好 所以大家想 玩 報名的 這個 電話就是 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查詢行程 和報名 在我們這條片 最後15分鐘 也有行程介紹 大家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冬季亞運會期間 那些酒店房間 非常緊張 所以要盡快報名 來得方便留位 時間已經來到 我們現在拍片 12月10號 距離12月21號 冬至大家在家團連 只差10天 我們新潮民一直 希望大家 如果在香港 在家 和親戚朋友 團連的時候 大家可以吃得開心 吃得招職 所以我們和百起海味 一起 推廣一個 產品 就是方便大家 來這裡吃 這個 吃好東西 尤其是吃中國菜的好東西 的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首先 一個急凍的即食廁 這個急凍的即食廁 就是冷藏來處理的 買了回去 所以 滾熱就能吃得 非常方便 每一盒裡面 都有足五兩 牙間廁的份量 每一盒都有四大碗的可以分到 因為這個廁 就是不含防腐劑 所以 買了回去 一定要冷藏到很硬 來儲存 然後 吃的話 一定要 解凍了 吃 千萬不要吃少少 就放進冰箱 這樣就不行 一定會壞 所以解凍完 吃一次就好了 除此之外 亦都有另一個 產品 就是 急凍的即食 南非 吉品 八頭鮑魚 不是罐頭鮑 是真正正正的 靚幹鮑 是名貴的 用料上成 這個八頭的南非吉品 鮑魚 外面如果在酒樓吃的話 一隻 都要五六百元 但是魚金 跟刺一樣 就可以 五百五十元就要一盒 而 鮑魚一盒是有兩隻的 有兩大隻 所以大家 如果冬至吃東西的話 首先 弄碗刺放在桌上 跟著 親戚 朋友 一人一隻鮑魚 用刀叉來吃 比吃牛扒 因為它真的保留了原汁原味 原風 滾熱就行了 變相 你又不用弄那麼多東西 又不用 我懂不懂煮呢 這樣就可以保留到整個原汁湯包 加上這隻鮑魚 好像去餐廳吃一樣 是的 又便宜 五百五十元一盒兩隻 一圍二百多元一隻 外面吃不到 說起汁的話 很多人會問 順便說 要做鮑魚是很複雜的 又要炆又要扣又要很多個小時 這個買回滾熱就能吃 全部都是用常盛的鮑汁和火腿來炆來扣 那次的湯底也是火腿雞湯底 喜歡層次高一點的話 可以自己再加料 五百五十元一盒 大家記住 12月21號 冬至當日是不可以拿貨的 但是20號 就可以拿貨 和之前都可以拿貨 所以大家就快點訂貨 一定要Whatsapp 一定要Whatsapp 有圖片記錄 有文字記錄才可以 訂貨和取貨 號碼就是 68031633 68031633 一定要Whatsapp 和打電話 我們聽不到 因為我每天接幾百個命令 所以 希望大家冬至快樂 現在就馬上說一下敘利亞那邊的事情 敘利亞的情況 可以說是用變天來形容 因為由 統治了敘利亞成五十年的巴沙爾政權 在這十幾天內極速倒台 究竟當中發生了甚麼事呢 現在也有很多人說到 敘利亞的總統 他在走路的時間 坐飛機 還要聚機 究竟又是否真的呢 這些事情 目前 有最新的新聞消息 巴沙爾阿薩德 安然無恙 他和他的家人家眷 經已成功 走路去了 俄羅斯的莫斯科 亦都和普京親自見面 普京就說到 他是不會放棄朋友的 即是 巴沙爾阿薩德 逃離了敘利亞 尋求了庇護 就在這個莫斯科 即是他攬硬他了 普京 攬硬的 亦都 很光明正大 絕對沒有任何政治隱悔 那麼 之前為何會有這麼多 消息出來 因為 巴沙爾阿薩德 就經過他那個地道 經過他 總統的官帝的地道 就閃了出來 上飛機就走 曾經一度傳出來 就說是 撞了飛機 甚至他們全部人 都 離開了 美國那邊有新聞這樣說 又說這個是這個 忠情A局 來策劃的一個戰略 甚至奇一奇在 俄羅斯那邊都有說 就說 好不幸地 已經 班機已經跌下來了 巴沙爾阿薩德 亦都 糟糕了 是的 但是突然間就在莫斯科出現 這件事有權 解釋了過去這兩年 在俄烏之爭和中東之爭 所衍生的 歐亞和中東那邊的亂局 有很多人 都是撞機走了 我第一個時間就想到 一個我從來都不相信 他真的走了的 瓦加納 那個普利哥人 還有 瓦加納集團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都炒機走了 而這個 驅鶴就找不到 只剩下彭牙 那你信不信呢 是不是 是 所以我 其實就 就是 班機掉下來走 這件事也是掩飾自己 離開於這個世界 逃避這個追究 的一個戰略來的 是不是 太複雜的東西 我大概 這些懸疑的東西自己想想 總之 聚利亞總統 巴沙爾阿薩德現在 就在俄羅斯那邊 這件事也是俄羅斯駐維爾納的國際組織代表 出現來證實的 所以是消息絕對可靠 這個衝突 為什麼會12日 聚利亞那邊就會崩台 殺到達馬時格那裡殺到皇宮 而令整個聚利亞變天 今天我們就重點來分析這件事 這件事 就千萬不要相信一些 我們叫做 盲目抄外 盲目抄不知哪一番的外媒 的新聞 就說了說 推翻了50年的 極惡政權 然後民眾皆歡天起地 又或者 完全一面倒地說 完全一面倒地說 這件事完完全全是美國佬支持 甚至是 阿拉伯之春經過14年之後再一次的勝利 這些全部是某一派的西方媒體所說的 香港的新聞媒體 最流行直抄外媒的東西 沒有加以分析 所以大家可能在新聞或媒體看到的 那些資訊都是純粹說 民眾就推翻了極惡的50年 統治的 敘利亞傳統政權 我們看到大部份的新聞都這樣說 但我們在這裡想說一些我們自己分析的東西 所以要聽真相 就要聽新潮文 雖然 這次這件事很複雜 所參與的外部勢力有 有美國 有歐洲 有俄羅斯有伊朗 外部勢力有 還有以色列 有這幾大方 內部的話也都有 被譽為 中東爭霸戰這次 起碼大大話說有四至六犯 這個 伊教的 哲激組織在互相鬥 需要現在說一下 勢力分佈嗎 我們可以現在就為大家說一下地域疆界和勢力分佈 但是 不用怕複雜 新潮文 就以最簡單的方式 很清晰地給大家了解 現在是哪一班人對哪一班人 或者哪一班人支持哪一班人 是的 什麼國家支持哪一班 所以 不要聽他們了 不要看 TVV新聞 聽新潮文 我大概 很詳細地說一下 不如 其實 這個敘利亞方面 簡單地說 大概有 政府軍 巴薩爾政權 巴薩爾政權背後支持的 是俄羅斯和伊朗 好了 俄羅斯支持政府軍就是因為 俄羅斯的角度來講 他想有一些力量 存在中東 很簡單的支持理由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獲得到敘利亞在地中海 的一個軍事港口 部署俄羅斯的軍艦 而伊朗支持政府軍的原因 都很簡單 跟阿薩德政權 和伊斯蘭教派十業派 即是所謂的十業派之湖其中一個 就是這麼簡單 也可以透過 在敘利亞 的 鄰國 是什麼 伊朗要有效支持這個敘利亞 或者甚至乎 是支持到這個 現在在加沙那邊的 那一處 他都要透過敘利亞才行 所以 伊朗也好 俄羅斯也好 支持政府軍的原因很簡單 除了政府軍意外 大概 敘利亞方面有六股伴軍勢力 而當中美國是支持著 兩股伴軍 一股伴軍就叫做敘利亞自由軍 另一股就叫做敘利亞民主力量 就是兩股勢力 他們分別地域相關在敘利亞的 上面 最上面 頭頭 最下面 兩邊 來夾敘利亞政府 巴西爾政權 而這次發動對 主攻方 主攻 另一股組織 沙姆解放組織 他的背後主要支持者 就是中東方面的土耳其 大概 我們知道了一些 勢力分佈之後 我們就繼續說 例如 今次 發動主攻的 沙姆解放組織 他的進攻路線 都是在 敘利亞沿海地區進行進攻 大概就是先發動 在 敘利亞第二大城市 阿勒婆 還有 還有一個城市叫做荷姆斯 打了這兩個城市 為何要這樣做呢 原因就是 我們知道 敘利亞首都叫大馬士格 之前曾經有報導說過 如果 打了 第二大和第一大城市 中間的城市 先 這樣的時間 可以有效切斷 敘利亞政府軍 在第一大城市和第二大城市之間的補給和聯繫 他們的策略是成功的 這樣也導致 這場戰事 政府軍方面極速倒敗的原因 還有就是政府軍方面也有做了一個戰略錯誤 他竟然將本身自己僅有的一些 不是太多的兵力 大約15萬兵力 太過分散 也是極速潰敗的原因 當然還有就是 他沒有抵抗那些人 因為在戰線已經戰略錯誤的情形下 那些戰士 政府軍方面的戰士 也都軍心散緩 兵敗如山腦 很多綜合的因素加上 再加上敘利亞 其實民生真的很差 經濟真的很差 根本上就算你做軍人或是做警察 他們 基本生活條件都很差 毫無戰衣 再加上 就是亦都有中派的關係 那要不要說為何他 那麼窮 為什麼那麼窮的原因 就是 分兩邊講 一邊講內部 其實自從 大家知道敘利亞是什麼環境 2010年 阿拉伯之春 歐巴馬年代搞出來的 然後敘利亞就被人 又是 欲家之罪 何患無辭 就被人去搞 嚴重的分裂 亦都是美國支持裏面很多 不同的刺激勢力 來搗亂 美國也都乘機往敘利亞駐軍 時至今天 時至今天 美國已經 所支持的勢力 再加美國駐的基地 主要都是在敘利亞 有油田的地方 美國每年 就是 將敘利亞三分一的油 即是已知 已知三分一的油 都搬來 這個敘利亞 運回去美國 即使我們前年曾經報過 土耳其和敘利亞有個天遙地動的天災事件 我們中國去救援 美國 趁機 繼續大車大車地運走油 我們在救人 他在運油 多麼離譜 好 接著還有 就是 過去11年來統計 美國大大說 敘利亞 撻走的油 有1,400億 美元 所以美國 擦乾了 敘利亞那邊的經濟 制裁之下 各國制裁之下 也擦乾了敘利亞的經濟 敘利亞一直苦苦支撐 靠俄羅斯 以及靠伊朗 問題就是 一講俄羅斯和伊朗 大家知最近發生什麼事 俄羅斯打俄烏之爭 打了三年 伊朗 亦都在中東之爭 就跟這個 以色列 對著幹 所以俄羅斯和伊朗 自己都說 分身不下 就導致今次 這個 政府軍後勁不計 被人 激速潰敗 是的 十二日 就打到 總統府 根本就沒有打 根本就是 直倒黃龍 這個直倒黃龍 你看看外媒 大致的口徑 因為亞瑟德政權 從來都那麼極權 所以導致民生 就艱苦 同一時間 亦都 造成了很多百姓 對他的不滿 然後 所以 一夜就 好像 揭桿起義 所以去得那麼快 但其實就正如我們剛才說 先不要說 他的政權 做得好嗎 做得好嗎 但有一件事我們看到的就是 第一 在一個完全沒有收入的政府之下 他很難說做得好 就算有心做也沒得做 為什麼 因為錢是一切 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維持所有的基礎設施 一些基本收入 全部都沒有 為什麼 敘利亞最主要的收入已經被美軍拿了 第一就是石油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不搞石油 就搞旅遊 兩個油 旅遊更加不用想 為什麼 因為 敘利亞長期各國勢力盤据 有那麼多反對派的武裝組織 長年開戰 這樣的時間哪有人來旅遊 所以可以說到敘利亞基本上是零收入 想說他有沒有心做也好 都沒有用 對 而百姓的怨氣性 是很容易被煽動的 沒錯 就是你活得不好 就遷路於當時的政權 是的 再加上外媒 美國歐洲那邊的大量文宣 亦都是他們的強項 搞煽動的文宣 就一流 在這樣的基本因素再配合這些文宣 其實很容易令到 當地的百姓有一個反政府的意念 沒錯 當民眾 歡天起地 和民眾一起想反 不代表政權一定是壞 民眾一定是對 民眾不一定是對的 民眾在2014年 以前那時候 烏克蘭民眾也很高興 這個推倒俄羅斯 民眾也很高興 扎連司機上台 那現在搞成怎樣 大家有沒有共睹 是不是 所以不是 民眾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現在就是講一下 亦都會為大家講一下 這次美國支持 這個 敘利亞的 民主力量 和這個下面的 自由軍 美國支持歸美國支持 但是美國不代表 他同一陣線 拜登 這次是拜登 那邊的戰略 特朗普就不關事 特朗普亦都公開表態 就是他絕對 敘利亞不是他的朋友 特朗普是絕對不會干涉 敘利亞如今發生的一切 為何會出了兩把聲音 很簡單 就是 千萬不要以為美國 是一條戰線上的一心 拜登那邊在做拜登的事 特朗普那個派系 在做那個派系的事 所以這次我們分析 就是拜老頭 為何要 支持 即是那一派 都臨下台 為何要臨下台 都要支持 在 敘利亞那邊的一派刺激勢力 現在推翻了政府 是一個極度刺激勢力 這個刺激勢力 裏面 是混和了什麼人士 就是臭命軟播的 ISIS組織 裏面也有這些人 你可能會想 美國怎會支持ISIS 這些 就是戰略 美國現在要做的就是要把 敘利亞完全弄亂 所以現在推翻了 巴塞爾政權的 並不是一些正義組織 是一些被譽為 這個沙武解放組織 就是其實他的組織 他裏面也有過去的ISIS 甚至有阿蓋和阿達的身影 在裏面 但是他只不過是一個 3.0版 一個進步 一個去2024年的版本 這班人是極端的 這班人是極端的 所以他上了台 你說他會 所謂就是一個民主的開放 會搞好 敘利亞絕對不可能 敘利亞只會進入了另一個 黑暗的時期 而這個也是西方樂見的 因為你越不行的話 他們就越可以介入 所以這就是拜登想做的事 而拜登想做的事 我們可以聽聽拜登怎麼說 我們要拿一些新聞的證據出段 拜登在12月8日 就趁這個時候 對ISIS組織 75個目標進行了空襲 他們的說法就是 我們要確保ISIS組織 不能夠再復反 那為什麼一邊支持一個有ISIS背景的 這個三個解放組織 但是一邊要轟擊這個ISIS呢 這些又是派系鬥爭了 簡單來說就是派系鬥爭 美國在這次 可不可以乘機將他的勢力 將敘利亞變成親美的政權呢 沒有可能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他只是想趁機資助其中一班人來搞亂 就是這樣 不要看得那麼盡 阿拉伯之春的確就是美國 想搞阿拉伯之春 然後將敘利亞變成親美政權 但是 不成功 如今 亦都不可能那麼快成功 因為 敘利亞自己大謊話 好像格仔所說 都要綠犯人在裏面 是的 敘利亞這個地方 比這個世界入合一個地方更加複雜 是的 上面又有 這個民主力量 下面又有所謂自由力量 這些極端軍 名字就好聽 其實背後全部都是刺激組織 收美國錢或者拿美國的支持 來到去場區直入 推翻巴薩爾政權 是他第一步 但是美國 亦都不代表 將他們收歸旗下 所以這次 在今集的節目最後 就會告訴大家 誰才是最後的大贏家 其實這次 首先美國要做的就是 要推倒 阿薩德巴薩爾 這樣就可以斷俄羅斯一臂 亦都斷伊朗一臂 這件事已經做到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強的戰略目的 俄羅斯一臂在敘利亞對出的 拉塔奇亞港口 亦都有俄羅斯的 軍港 據說俄羅斯已經有兩架戰艦 本來就離開了那個港口 但是新上任的這個 叛軍組織 他們就說 冷開明 他們剛剛到 剛剛到佈 他們冷開明 就說 我們願意 跟 敘利亞裏面 各大派系 開放地來討論 一起 謀求一個 建立一個好的敘利亞政權 說就這樣說絕對不會 另外就說 暫時的說法就是 願意給俄羅斯保留他的港口 保留他的駐軍 之後就不知道 這件事 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政治謀算和政治目的 首先 就是 俄羅斯 已經斷了一臂 伊朗也分身不下 有一個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就是以色列在下面 已經襯亂 就有個說法 他的說法就是 巴薩爾走了 他走之前 你知不知他壞甚麼 他毀弱 毀弱 這樣不行了 為了保護哥蘭高地那邊穩定 所以我們要全面 盡佔哥蘭高地 我們進去 就是維穩的 我們維穩的 我們是維和平的 我們不會做其他事的 在敘利亞和以色列交界 就是 有一塊 地方 叫做 哥蘭高地 以色列從來都侯住這塊地方 趁著人家 伴軍 交替政權的時間 乘機又用和平名義 入侵這塊他們侯住了很久的地方 立刻已經做了 這兩天 已經成功了 等同於 哥蘭高地 本來以色列是拿了一半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之前的節目 就知道什麼叫屯肯 屯肯是一個好聽的 詞語就是安置 又或者這是一個緩衝區 膠戰緩衝區 衝突緩衝區 這些都是好聽的詞語 其實就是強佔 那些所謂 以色列的人民 去到哥蘭高地 安置 是帶炮過去的 進軍隊護送的 去到那裏就把 當地的所有阿拉伯人 敗了他們 這樣叫安置 分明是強佔 如今好 如今整個哥蘭高地都佔了 以色列 內塔尼亞胡說 我們維穩 我們維持局勢穩定 幾個星期後 我們會加出來 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呢 這是第一 以色列已經 已經馬上露面 拿了一些東西 另外 黎巴嫩 和以色列北 之前說了停戰 其實從來沒有停過 到現在都是零聲 在互相交鋒 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之前為大家說過的 以色列重整中東計劃 大家記不記得 以色列要哪三個地方 第一 第一 就要 動哈馬斯 因為他要加沙港口 第一 第二 他為什麼要動黎巴嫩呢 因為他要黎巴嫩的 Beirut港口 貝魯特港口 第三是什麼 第三就是 要敘利亞 的這個 那塔奇亞港口 即是你今次的主角 是的 就是之前 幾個月前我們都說了 遲早要動敘利亞 而為的也是那塔奇亞港口 敘利亞那邊能不能夠 變成親美的政權 不知道 但是起碼現在 就真的有一個 推翻了 敘利亞那邊還有很多根據地 還有幾大派系的人 但是起碼現在 這班 推翻了巴西爾政權那班 就立了那個港口 那應該下一步 這班人就會讓出 這個港口 給以色列 以色列就可以奪得這三個港口 他就可以完完全全拿了地中海 完完全全拿了地中海 那個 整條 這個無敵海警 而他要的是做什麼呢 因為之前黎巴嫩和敘利亞 都不停控制著以色列 不讓他轉油 不讓他拿天然氣 如今他拿了這三個港口 就可以拿天然氣 就可以開始 他那個 中東新秩序計劃 整個 地中海 東邊的海岸線 主要的那些港口 他都拿了 那個叫黎藩 黎藩盆地 那個黎藩盆地 就在 阿拉伯之春 那一年之前 被地質學家 就陷探到裡面有大量的天然氣 那 如果那個天然氣 挖得出來的話 就可以 建立一條氣管 攻去法國意大利 經地中海 經希臘 攻去 歐洲南部 這樣就可以削弱俄羅斯對歐洲的影響力 這是一個很強的壯舉 所以現在 所以你說我背後贏家是誰 美國 是不是背後贏家 未是 因為你說敘利亞都不是一個親美的政權 遠遠未是 但起碼 以色列已經得到他要的東西 所以以色列 在這次 牌面上 他才得到他要的東西 目前來說他是贏家 亦都證明 所以這次不是特朗普來發動的 或者到現在特朗普是撇清關係 但是拜老頭 把握著他任期之前 完結之前 來成就給阿比比 阿內塔利亞湖的 就是這樣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複雜 很簡單說 背後又是以色列的壞 這個就是 目前的狀況 以色列那裏有些什麼人呢 其實有很多人 有ISIS組織 為什麼土耳其這次會協助 會助攻呢 因為在戰場上看到土耳其無人機相助 在大馬士革那裏 亦都看到 以色列的戰車 所以很明顯 土耳其和以色列 都在助長伴軍 去攻 這個大馬士革 土耳其為何要助戰呢 剛才說到以色列 土耳其一直以來 都很想 打進去敘利亞 然後也將他們眼中的一個眼中釘鏟 就是這個 富爾特人 組織 那所以 土耳其這次 亦都有這個參與的份額在裏面 所以我說這個叫中東 中東 叫中東爭霸戰 不只是外國勢力得利的 中東有些派系亦都想 今次來得利 土耳其就是其中一方 那 土耳其一直都想做什麼 因為最大也都有 東特決組織在裏面 土耳其一直都想做阿拉伯霸主 所以 背後 就不只是外部勢力干涉 和得利那麼簡單 裏面也都有 那些叫一憂之樂 裏面也有很多密謀的協議在裏面 特朗普上場 特朗普現在他就表態了 就是說 敘利亞不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們不會介入這件事情 特朗普是否 得個講字呢 特朗普下面的 我們看這個人 叫Tussi Gabbard 那個女的新的 這個情報總監 他也對著媒體說得很清楚 他說為什麼我由民主黨那邊 要 閃國別資 去到共和黨支持特朗普呢 其中的原因是 我不喜歡拜登 我不喜歡拜登的主戰政策 我支持特朗普 Tussi Gabbard 作為情報總監 大家記得他 其實他以前是前線的軍人 這個雖然是一個女子 但是他是一個彪悍的女子 那麼 他就 就說 好像我們這些 親是住過伊拉克 和真是住過敘利亞的前線軍人 才看得到 戰士的悲慘之處 所以我支持特朗普 用協商的方式 來解決紛爭 如果連 特朗普下面的人都這樣說 證明特朗普這次是 不想嫁入 這個和端裏面 如果以商人的角度 利益著數的角度 我們不要說特朗普那麼偉大 什麼是為世界和平 為賺錢的 特朗普 對特朗普的商人而言 只是說意義不夠的 一定要說錢 一定要說銀紙 特朗普有個 有個親家的 那個親家是阿拉伯人 即是親家老爺 他親家老爺 Tiffany的老公 黎巴嫩 Tiffany的老公的老爺 將會是 在中東的事務 就是他處理 這個人將會 令到特朗普和土耳其 去撮合他們 談生意 特朗普就會經 土耳其這支水 來談 如果他上任之後 敘利亞那邊 怎樣去協商 那 而 亦都 說一個 一件事給大家聽 特朗普撇清關係 特朗普 不支持開波 但現在開波的是拜登 不代表 不代表特朗普不支持 打完仗之後的利益 他不支持 打 他不會 打完之後的分錢 他是支持 特朗普說過 特朗普說過 他和他女婿 就是 Tiffany的老公 將會開發 由敘利亞港口 去到黎巴嫩港口 去到這個加沙港口 無敵的這個地中海海景的別墅區和度假村 那你說 所以呢 特朗普支持不打 但是支持分錢而已 你打就拜登打 特朗普為何不支持打 打仗 打仗勞民相財 而且一打 不知多少年後 才有成果 這個不是本界的利益 這就是商人的想法 就不是說那麼正義的 是的 當然不是那麼正義 全部是 人紅饅頭 尤其是特朗普這些 無量的地產商 是的 所有東西都講錢 他就開口埋口 不要打 一打 地產就賣不出去 但是 打就你打 分錢就我分 這個就是背後那盤數 格子帳目補充 補充就是 說多一點 俄羅斯伊朗方面的損失 俄羅斯伊朗方面 失去了 第一 俄羅斯很有可能失去 他的港後駐軍 對於他來說 很大影響 為甚麼 因為如果我們看地圖 就會看得到 為甚麼俄羅斯要駐軍隊 在敘利亞 為甚麼他要存在力量 在地中海沿岸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 俄羅斯 我們現在打俄烏的時間 經常說到黑海 黑海 出海口 那就是要經過地中海 地中海之後 就要經過一個出海口 也都出名就是蘇爾士運河 然後就會落到紅海 就會出到 阿丁灣再可以出到印度洋 即是出大海 或者取道於地中海 再經過 直布羅陀 那邊就出大西洋 對於俄羅斯來說 如果有一些駐軍 在敘利亞 可以防守著 或者叫做有些力量的存在 在地中海方面 確保到他 在俄羅斯 的一個西南方向 應該說是 西南方向那邊 即是黑海那邊的出海口 可以保障到他的力量 亦都保障到 在俄羅斯西南方向的航線 不用說經過北邊 亦即是 這個 波羅的海的方向 繞過大西洋 繞過大西洋 繞過非洲 才能夠去到 亞洲這邊 所以來說 從這個行道 我們就知道 為何俄羅斯的部署部隊 在地中海沿岸 例如敘利亞這個港口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但如果他失去了這個力量 很有可能 即使俄烏打完 黑海 可以說到是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但地中海 或者再輻射遠一點的 紅海 這些不能夠 太過保障到他的力量的存在 所以來說 這個是對俄羅斯一個很大的影響 第一就是伊朗方面 伊朗方面 如今 失去了親他們勢力的 敘利亞政府軍 接下來有什麼影響 接下來 伊朗不可以透過 從伊拉克 到敘利亞 維持到他的綠路運輸路線 被黎巴嫩真主黨方面 作出有效的支援 現在等於斷了腳 在一條橋中的中間 斷了一塊 繼而 不可以透過 伊拉克敘利亞 黎巴嫩 再支援 在 加沙 的組織 亦都變相 等於斷了攬 一樣 所以 伊朗都受到很大的打擊 在今次的事件裏 這兩個可以說是 最大的損失者 在今次的 敘利亞 巴薩爾政府的倒台 最大的損失者就是他們兩個 還有 從來都不是很關事 那些藥彈 沒有什麼的乖學生 沒有什麼 以色列暫時來說 就納到一塊 過難高地 接下來 當然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地中海沿岸 即地中海東部沿岸 他的戰略目的 看來 亦都可以順利達到 土耳其方面 亦都可以借助今次的事件 和一些 新任的政權來講 可以加快 去到剷除 這個庫爾德組織 在敘利亞的 庫爾德組織 亦都是得益的 今次 如果再說遠一點的 美國這些勢力 亦都可以透過新任的 叛軍組織 來到 大搖大擺地 繼續滲透或者入侵 敘利亞的石油資源 這就是大概 各方之間的利與弊 就是這樣 可能 我們節目 到這個後半場 才講一些較為複雜的事 可能大家會講 剛才你說叛軍 打到大馬事隔 那群有 ISISIS的背景 又說美國支持 但美國一方面又在打ISIS 為何會這樣 其實很簡單 盤軍都不是上下一條心 尤其是烏合之中 裏面又會有 密謀造反 會有爭權奪利 有派系 其實美國這次 被這群刺激組織 沙武解放組織 捧起了他們 打壓舊派的ISIS 就是這樣 拜登也借助這次說 因為中東的局勢 敘利亞局勢 不穩定 所以美國 會更加繼續在敘利亞東邊駐軍 他說 確保 政權移交 一切 順順利利 他說 拜登說 美國也會扮好世界警察的角色 是 我們會去到敘利亞那邊 接觸 各派 佔出各個派別 然後 確保 大家 在一個 友好和 有商有良的情況下 來過渡 美國的國防部 也證實了美國 開始 再大規模地進駐 在 政府軍現在的佔地 即是 大白時格 去到敘利亞 最地圖的右邊 最西邊 就是ISIS的根據地 所以要頂住他們 美國的野心 拜登先是滿足了內塔利亞和胡爾適利的戰略 美國下一步 是想 動一刻一刻的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這個就逃長路遠 但這個是拜登那邊的戰略 但拜登的任期 只不過剩下一個多月 他會借這件事 會拓展怎樣的一個戰略 還是借這件事 製造另一個陷阱 給特朗普 炒過特朗普的那盤數和好事 這個 就會回到美國的內鬥 在今集就不說了 暫時就是這樣 格仔的變像有資料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暫時就是這樣 我們再看這個局勢的進展 因為現在整件事未完結 敘利亞是很複雜的一個地方 敘利亞很多凡人很多民族 敘利亞現在 巴西爾政權是十二派的 但十二派的人 只不過佔敘利亞兩成 敘利亞大部份 七成的人 都是順利派的 而另一邊 ISIS組織的根據地 亦都是順利派的 所以 這次 為何那些軍警 互駕不力 因為他根本無心戀戰 還有大家看到 說在皇宮 有很多人 立即進去洗劫一空 一看就知道那些烏合之眾 我知道有甚麼補充 就是講到 其實為何 在過去 所謂有了這些叛軍 其實都成十幾年 為何一直之間雙方 都叫做勢軍力敵 政府軍和叛軍那邊勢軍力敵 但為何今次這麼快 敗倒 除了我們剛才說到 因為俄羅斯 幫不了他 因為俄羅斯 現在的重心放在俄污上 其實對於俄羅斯 的支援 敘利亞政府軍 真的很依靠他 因為之前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影片 就可以看到 其實當地的瓦加納集團 幫了政府軍頂了很多次 在敘利亞方面 亦都有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俄羅斯的空軍基地 一直以來 幫了政府軍那邊很多 尤其是對抗 一些美軍的飛機 在敘利亞上空大家都針鋒相對 也有一件事曾經很出名 在軍事界上 就是俄羅斯 在敘利亞的空軍基地 所起飛的 蘇-35 利用他的 雄外探測器 台省港 F-16V上的 追擊手吊艙 類似的裝備 成功鎖定了美國的 隱形戰機 亦曾經出過這件事 所以可以說 他背後的勢力 在敘利亞 那麼多犯人 背後的一些國家 例如 土耳其 以色列 俄羅斯 美國其實一直以來都在這個地方 互相牽制 互相暗鬥 當有一方或多方的勢力 已經邊場莫及的時間 就造成到今次 政府軍極速 極速退敗的主要原因 的其中一個 第二就是剛才我們說到戰略失誤 政府軍方面 在沒有足夠有效的 情報支援 以及 在自己 只有自己的部署下 沒有了一些可能俄軍建議的部署下 亦都擺錯了棋 令到半軍方面 能夠成功 撤斷了 敘利亞的第一大城市 和第二大城市之間的聯繫 亦都導致 他們雙方之間 沒有了一條重要的補給線 各自為戰 亦都導致到今次 政府軍極速倒敗的原因 第三個原因就是 軍人已經沒有了戰意 有三個原因 到次他 十幾天內 是的 就可以將五十年的政權 毀於一旦 這次敘利亞 的崩台 對整個中東的局勢 是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敘利亞是整個中東的中間 黎巴嫩南部 接駁到敘利亞 敘利亞是一個可以說中東的一個樞紐 但是到了一個政權 翻天覆地的時候 影響各地 伊拉克伊朗那邊 無論人力 軍備 的部署 都要重新 來 劃回一個新的 一張 所以 比以色列 攻 加薩 更加影響 更加影響得大 敘利亞的翻天覆地 的政權 這個崩台 是對整個中東的局勢 馬上去了另一頁 我們今天的分析 暫時來到這裡 有什麼 最新的消息 再跟大家跟進 因為這件事 發生得太急太快 在節目結束之前 我們繼續做一點呼籲 新潮民 在未來的2月9日 全新的 和今年跨年度 俄羅斯 海森威 Kosova 哈爾濱冰雪 大世界之類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WhatsApp 加852 6828 7447 報名 我們的行程介紹 在未來的影片 將會和大家介紹 大家看完之後 就可以WhatsApp 查詢和報名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 暫時來到這裡 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由我格仔 親自介紹一下 新潮民 將會在 2月9日 至2月21日 搞一個 為期13天的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再Cosova 俄羅斯海森威之類 這次的行程 也由我格仔 親自設計 以及規劃路線 所以 一般坊間外 找不到相似的行程 再加上 未來 在哈爾濱那邊 就會搞到我們的冬季亞運會 可以說是皇上加皇 事不宜遲 不如說一下我們這個行程 的那個簡介 內容究竟是怎樣的 首先 第一天我們就會從香港出發 然後乘坐巴欣基 就會去到哈爾濱 休息一晚過後 我們就會來到第二天 正式進入到我們的行程 第二天我們就會去到 風景很美的民族博物館 以及非常有特色的關東古行 當然不少的就是 我們即將會來到全世界最大的冰雪樂園 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就來到那裡 去看冰雕和雪雕 之後 我們也會去到 黑龍江地質博物館 由於東北地區 在古時來說 是有很多 珍奇的地貌 而且也有 大量的恐龍化石 因此我們就特意來到這個地質博物館 去開一下眼界 然後就會進入到第三天的行程 第三天 我們在探完早餐之後 就會去到 哈爾濱其中一個非常著名的景點 這就是福爾加莊園 整個莊園 佔地面積60多萬平方米 裡面有大量的 俄式建築 30多座的城堡 教堂 別墅 全部都是按照 哈爾濱最著名的 聖尼古拉教堂 等等的 出名的俄式建築 去到設計建造 整個莊園我自己親自去過 都是非常漂亮 再加上一個 雪白紛飛 這麼美的冬季環境 就仿如置身於一個 童話故事的小鎮 然後我們就會來到第四天的行程 第四天 我們就會去到 和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同等齊名的 太陽島雪雕 去看冰雕 以及 那些很漂亮的超級大雪人 如果要比較 太陽島雪雕和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誰更漂亮 就很難說 大家都叮噹碼頭 真是一時三刻之間很難分高下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太陽島附近的 松花崗觀光索道 踏上這條索道 我們就可以看到 整條冰峰的松花崗 究竟有多壯觀 之後我們也會去到 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聖索菲亞教堂 來欣賞一下 當時 在哈爾濱 這個最具拜尖庭式建築的 代表性建築物 究竟 他如何力盡風雨 時至今日依然是如何壓立不倒的 當然就不少得 哈爾濱最出名的一條街 也就是有過百年歷史的中央大街 聽起來 你以為是一條 普通的街那麼簡單 其實 它是一條延綿非常之長的街 街的兩旁充滿著 不同特色的店舖 而且 別具著 二域風情 仿如置身於外國之中 在冬季還有很漂亮的燈飾來點綴 整條大街 你是不會看到盡頭 因此我們就一定要來到這裏見識見識 之後就會去到第五天的行程 第五天 我們會參觀到 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東北虎繁殖基地 這個東北虎林園 這裏除了有眾多的 全世界體型最大的老虎之外 其餘還有 比較罕見的白虎 甚至乎全世界 才有二三十隻的 獅虎獸 即是由獅子和老虎混合交配的 下一代 當然還有 普通的獅子 美洲豹 以及狼等等的猛獸 也會在東北虎林園 被我們看到 在參觀完東北虎林園之後 我們就要正式出發 離開哈爾濱 就會乘坐高鐵 去到這個英勳河市 在經過一整晚的整頓之後 來到第六天的行程 我們就會正式 就由英勳河市 對面的口岸 乘坐這個旅遊巴 就會去到 俄羅斯的國土 在經過兩個小時的車程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 俄羅斯的 海參威 當然一到步的時間 那邊已經準備了一場俄羅斯的歌舞表演 來歡迎我們的到來 經過州居勞頓 終於來到海參威的時間 我們就會在第七天 正式玩云海參威 當中所安排的景點 非常之豐富 首先我們就會去到 海參威的六港火車站 在那裡 就可以見識到 全場 超過一萬公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終點 九二八八的紀念碑 當然那裡也有 很多傳統古舊的 過百年歷史的蒸汽火車頭 而海參威作為 俄羅斯遠東地區 唯一的一個出海口 也是俄羅斯 唯一在太平洋的 正式出口港口 所以我們也會去到海參威的六港碼頭 來參觀 當然就不只看碼頭 那麼簡單 在這個六港碼頭的附近 也是俄羅斯太平洋海軍司令部的總部 在這個地方 停泊有很多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艦隻 而艦隻有一個特點 就是表纜無遺 當我們去到那裡的時間 就可以一次過看完 整個俄羅斯太平洋艦隊 幾乎所有的艦隻 而在他的旁邊 也有俄羅斯公分二戰潛艇 C56號的潛水艇博物館 當然以俄式的風格來說 一般 好像他們這些的軍事博覽館 都是任看不生氣 甚至乎拿手去碰 和觸摸 他當中潛艇上的機器 也是無任歡迎的 這點就跟其他博物館 有些不相似的地方 他們的博物館是比較著重親身體驗的 當然 景點又不止那麼少 例如還有遠東最大的教堂 聖主之舞堂 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 唯一的海船門 都是在我們的行程範圍入面 之後我們就來到第八天的行程 在這個時間 說明海森威是一個著名的港口 當然我們就要來 去坐一坐船 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 在海上 來游覽一下 俄羅斯遠東地區唯一的不動港 金國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海灣 在游船的時間 我們也會近距離看到 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艦隻 就好像坐山 來欣賞一下 他們體型比較龐大的 太平洋艦隊所屬的巡洋艦 究竟有多威武 可以近距離感受到這種俄式的暴力美學 當然這個行程是我設計的 還有很多一般 游客不會去的地方 例如是海森威的要塞博物館 也是我們這次行程的重點之一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第九天的行程 我們依然在海森威 首先我們會去著名的鷹巢山 從高空看回整個海森威的城市面貌 然後我們也安排了 去到一個冷門景點 這個冷門景點當然都是我自己加入的 就是俄羅斯奔海邊疆區的水族館 這個水族館在當地的民眾心目中評價非常之高 一般的旅客根本就不會去的 當然還有一個 一般旅客都不會去的地方 就是來欣賞一個 俄羅斯非常之出名的馬戲表演 這個那麼出名的馬戲表演 都是當地民眾 才懂得去的地方 俄羅斯的馬戲表演 就在世界 已經是出名了 當中 我們還要找到 全海森威裡面 最出名的馬戲團 去到表演 保證大家 一定看到目不下級 然後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就會來到 在海森威的市內觀光 買回一些當地的特色手信 難得那麼遠來到俄羅斯 當然 要帶回一些特色手信 可以促進俄羅斯那邊的經濟 然後行程就會來到第十天 我們就會從俄羅斯的海森威 回到我們這邊中國 去到 這個 博丹江市 博丹江市 是一個 中國邊境中 其中一個以朝鮮族 為主體民族的城市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大驚小怪 如果去到博丹江市 看到一些中韓商語的 一些招牌 一些餐牌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去了韓國 因為這裏 是朝鮮族為主的城市 所以 所有的文字都是以商語 寫出來的 我們來到博丹江市 同樣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這裏就是當年 抗日聯軍將領 張寶洲所領導的 聯抗第二路軍所活動的主要地方 而博丹江市的第三個身份 就是自從 2300多年前 這裏 一直都是 我們中國另一個主體民族 滿族 所細居到的地方 去到博丹江市 我們也會參觀著名的 抗日英雄故事 百侶頭崗的紀念碑 當然還有著名的市內 最大的圓林公園江濱公園 它的雪景也是非常之一流 然後行程就會來到第十一天 我們就會乘坐高鐵 去到遼寧省首府瀋陽 瀋陽相比哈爾濱 在東北的主要城市 多了一番繁華 來到瀋陽這裏可以說到 應有盡有 作為全國東北最大的 東北城市 我們來到瀋陽就會參觀到 著名的滿清一條街 這裏整條街都是 按照當年清代的仿古建築 當中有很多小食店 茶樓 餐館 依照著古代的仿古建築 重新展現在大家眼前 再加上 我們去的時間 是東北的冬天 所以雪景再配合這些仿古建築 令大家有一個錯覺 仿如置身於古代的清朝一樣 當然我們也會去 這個 著名的遼寧省省級博物館 這裏的珍藏 床量非常多 一般的旅行團就不會來這些地方 所以損失也別說不大 之後我們就會來到第十二天的行程 我們就會去到 無忘歷史的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來到東北 如果不去九一八事變博物館 不如不要來 在我們好好認識這段歷史的時間 也會去到另一個 充滿著歷史味道的景點 這個就是著名的瀋陽故宮 瀋陽故宮相比北京故宮 當然他的規模是及不上北京 很簡單 因為瀋陽博物館就是 清泰祖努爾哈赤 在未入關之前的行宮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而小看 他都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古建築群 也是中國僅存的兩家最大的皇家宮殿建築群之一 所以瀋陽故宮也有小故宮之稱 當然我們也會去到 在中國近代史非常有名的張學良 也就是在民國年代 有張大帥之稱的張作霖 他的兒子 之前住到的少帥府 來感受一下在當時民國年代 影響著 我們半個中國近代史的一段經歷 然後 我們也會來到行程的 另一個重點地方 這個就是我經常都會提及到的 來到瀋陽 當然要參觀到 瀋陽飛機航空博物館 作為 我們全國 兩家最著名的 戰鬥機生產商 瀋陽飛機製造中心 他的博物館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系統地 去到介紹 我國遷擊機發展歷程 和航空科普知識的一個 大型專業性展館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格仔我還可以來到在這裡 親自開咪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在裡面的戰鬥機 究竟 他的性能 是去到什麼水平 以及我們一代又一代的 航空發展歷程 究竟是怎樣 就讓大家可以再認識 我國的軍事水平 比較深刻 和貼近一點 然後我們就會來到第13日 在吃過酒店早餐以後 我們就會來到瀋陽的機場 就會坐直航的班機 回到我們香港 就來到作為行程的結束 跟以往一樣 這個行程 格仔我也會以 其中一個團友的身份 來玩一份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WhatsApp過去 加852 6828 7447 聯絡潘小姐 來報名 和查詢這個行程 撒取這個 查詢單張 當然 我再要一次提醒大家 由於 在我們今年的冬季 我們中國 會在哈爾濱 搞一個全世界都非常矚目的 冬季亞運會 因此現在 哈爾濱的房間以及食宿是非常緊張 當地政府已經開始 去到四處精用酒店房間 以供亞運會之用 因此 如果還在考慮的朋友 報名動作就要快了 因為我們不能像以往那樣 可以以預定的方式 來拿酒店房 現在來講一定要付上全費 才可以留得住這些酒店房 正所謂麥爾罕為貴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今屆精彩的哈爾濱冰雪大世界 再加上俄羅斯海森威 這麽精彩的旅程 再說一次 WhatsApp報名的電話是 加852 6828 7447 聯絡潘小姐報名 格仔我期待在旅程當日 會看到大家 去到玩盡 這十三天的旅程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林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